大家好 我叫邓斌 工作中的我有时候像个精灵 喜欢把好点子分享 有各种奇思妙想 有时候呢 我又像一个工作狂人 为了业务跟同事讨论到深夜 第二天又是第一个冲箱办公室 今天我面试的岗位是运营经理或项目经理岗 希望在这里找到机会 谢谢 36了 你怎么出来找工作了 现在是在一个公众号运营 就是有一些不稳定 所以希望再找一些新的机会 哪方面不稳定 薪酬 薪酬不稳定 你拿多少钱 那个二十多万 当时之前谈的是三十 说年薪二十多万 是吧 对 你运营什么 运营的主要是课程 还有粉丝 粉丝怎么样呢 粉丝一年做了 就是从种子客户开始做到两万 那你现在你们这公司盈利吗 去年的年收入是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 你拿了二十万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我想问一下 你本科是读金融 怎么硕士就一下夸到互联网运营去了 本科学金融因为在银行各种证都有了 然后我觉得金融就不是特别在想继续了 就读硕士时候就选 此后尾何其他人就叫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样的教育机构 你还考虑吗 都考虑 那你刚才说的戳我们痛处 我是 我正要戳呢 戳一下我 来戳一下我 是这样的 做运营呢 你要打造一个爆款的诱饵 就是要客户要上钩 那怎么让他上钩呢 我们会下面 下面会写 零元零十节九七课 然后那个我们会有社群 然后对你进行轰炸式的营销 那轰炸完了之后 怎么把一个客户变成两个客户呢 一个客户变成两个客户 是在他进群的时候 就必须要完成 他扫那个码进来 他会要求转发 我们是 好 明白了 五大渠道转发 对 然后当月 我们实现利润是三十万 当月你的流水 是有五万 我们是打中了目标客户 就是精准的客户 是两千个客户 然后真正付费的是三百个 而且我们每个群 是有班长制 他所有表露出来的东西 没有逻辑 没有方法 不能传承 不便于复制 我可能是善于做事的 但是对总结这块 可能略微弱了一些 所以让领导感觉 是有一些磕吧 我觉得第一 他是扎扎实实做了 对 第二 虽然他的用词很血腥 但我挺喜欢 我觉得他是个正儿八经 干活的人 他说的这些话 无非是要表现 他所话说的准度和程度 所以才用了这些话 你平时的说话表述 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 你有点扎扎乎乎的 你知道吗 不是 你不像在招商银行 做过大客户理财的 那个经理 对 实际上我的银行 是那种很热情 很专业的那种 不是厂商这种感觉 但是是不一样的 这种气氛 反正自己掌握的 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这是 我今后要调整的地方 今天我们有没有 特别想去的企业 我现在其实 不是特别那个 你没有了解过这些 我了解了 但是只是大概了解 那你比较想去哪一家呢 杨蓉 杨蓉 你怎么 我认识贺总 贺东东 还有谁呢 因为我看过他那化妆品 你用化妆品吗 我用我还做美容 你真棒 你做美人 也就是化妆品行业 你也想去 不不都可以 而且我还是个 我还学攻略 然后你可以在那个 那你到底要干嘛 你要去他那边 你做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去那个贺总 把你招走的话 你做什么呢 不是我 这得看我给他什么杠 我们先别乱 我们捋一捋 我们到底有没有目标 那个黑洞 我黑洞投资 黑洞是你的方向 松鼠AI 松鼠AI是你的方向 六人油 六人油是你的方向 横跨三个产业 然后呢 这个你这么大年龄 在选择工作 什么叫这么大年龄 谁多大年龄 三十六多大年龄 我两个大年龄 我跟您解释一下 其实年龄 根本不是问题 你主要是能把 你很年轻 你能把活能够干出来 能给企业创造价值 这样的人是值得留下来的 对 特别好 好 这能够不是问题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你就这种状态下去 特别好 特别好